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第八週我們要上的課程是這個物件跟類別 這一個部分的教材內容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大概會需要用到兩週 也就是現在的第八週跟下下週第十週 才能夠把這一部分說明清楚 那麼這一部分的物件跟類別 以及這個第九章和第十章 這三章的這個主要的內容 就是所謂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而也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最核心的這個觀念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要請各位同學 稍稍多花一些時間去理解 好,那我們首先來介紹的是這三個觀念 一個是所謂的ATDD 一個是BDD 另外一個是TDA跟UnerStory 上一週我們介紹這個程式的這個規劃的時候 我們提到了這個有關於這個TDD 也就是Case Driven Development的這個概念 換句話說我們在寫這個程式之前 最好能夠先找到一些我們程式所需要能夠處理的這個資料 以及他們應該得到的結果 用這些Test Scenarios來建立我們的程式的這個測試 然後以及這個相關程式碼 那麼這樣一來 每一次當我們程式有所改變的時候 那它必須要能夠使得先前所設定的測試 必須也都要全部通過才可以 那這叫做這個Regulation Test 那個回顧的這種測試方式 好,那我們這一次呢 把這個TDD的這個觀念 更擴充到範圍比較大 規模比較大的這個軟體產體 的這個開發上面 那這一部分呢 在網路上有很多所謂關於軟體工程的討論 各位可以參考 那麼這其中呢 關於TDD等等的這個概念呢 有一位陳先生 那在他的這個部落格裡面呢 他參加鐵人比賽的時候呢 用30天的時間 把這些基本的一些先進一點的 這軟體工程概念呢 介紹出來 那後來好像他離開微軟 所以呢 他的這些文章 就移到他的部落格去 叫點部落 這是很推薦各位看的這個部落格的內容 那另外關於這個今天要介紹的這個BDD 那這個部分呢 第二個網址裡面的內容呢 也可以參考 那在最後呢 就是這些東西很核心的 基本的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User Story 那這User Story呢 在一些比較先進 比較新的這個軟體開發流程裡面呢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這個要角 那開始有這個User Story的觀念呢 是這位Denel North 他的這位先生 那因此在他的網路部落格裡面 那他也有寫一篇關於 所謂的User Story的文章 是這個概念的介紹的文章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呢 就看一下第一步驟說明什麼是 ATDD BDD跟TDD的流程 你不要看到一堆DD都昏頭了 沒關係 這個後面就會慢慢的適應 那第二部分 再仔細的討論一下User Story的架構 以及他該寫些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會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好 首先我們談的是 所謂的ATDD BDD跟TDD的這個流程 那這個概念呢 其實可以說是我們上一次所說的 這個TDD概念的這個衍生 在我們講這個TDD的時候 我們就講這個Extreme Programming等等的概念 那麼在這個TDD的流程裡面 我們說這個寫程式的這個過程呢 最好是說我先寫好很多個Test Scenarios 然後呢 我們就這個比方說打開Video Studio 然後呢 先找一個Test Scenario 比較基礎的Test Scenario 然後寫一個程式去完成 這個Test Scenario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麼寫完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程式看一看 然後如果有一些所謂不好的味道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重構的這個技術 那可能就是把某一段程式碼 因為常常被使用 所以把它移出去變成一個函式 或者說某一個變數呢 它的這個名稱不太有這個描述性 因為你這個多次修改以後 這個變數的名稱可能已經不太對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這個重構的方法 把這個所有有關於什麼名稱的變數呢 名字通通把它改掉 好 那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TDD的精神 就是你建構很多的這個Scenarios 然後這些Scenarios呢 這個一步一步的一次解決一個的方法 然後這個撰寫這個程式 這個功能越來越強的這個程式碼 這是穩扎穩打的辦法 也是比較穩當可靠的方式 所以這個觀念如果把它衍生 那譬如說我提到過 假如你是在這個政府部門 或者是這個某個公司的這個 當作這個IT部門的這個主管 那麼這時候假定你們需要 這個請外面的軟體廠商 來這個包這個政府機關 或者是公司裡面的一些軟體 那麼在這個跟來承包的廠商之間溝通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個 每一個你對於這個軟體的要求 都設定出一個這個需求出來 那麼這個需求呢 就是一個User Story 那我們後面會仔細的說 User Story它的格式跟內容 應該是什麼樣子 好 那現在就假設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個需求呢 轉化成為好多個這個User Story 那轉化成很多User Story以後呢 開發的團隊 就先挑一個User Story 挑了一個User Story以後呢 那麼他就去撰寫Scenario 然後呢就是進行測試 再來Scenario要滿足的功能 再把它寫進去 然後這樣反覆的循環 那因此如果我們用右邊這個圖 來看的時候呢 開始的時候我們挑選 Story1跟Story2來進行開發 這是在一開始的這個Iteration 這兩個Story呢 它的步驟都是一樣 先寫Story的這個測試 然後呢測試Story的Ideal 再來就是implement你所要緩足的Story 所以呢它在每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大概都用一個到兩個Story來進行 到中間的時候 有的Story就比較長一點 所以花多一點時間 以此類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概念 基本上它就是跟我們前面所說的TDD呢 是幾乎是一樣的 好那但是它現在是這個牽扯到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個可能是好多人一起合作的 這個軟體 它的這個開發的步驟 那你可以看這個名稱叫做 Acceptance Paster Driven Development 這個Acceptance在前面其實就是代表說 我們會希望我們完成的軟體呢 它應該要通過這一些測試 那這些測試如果能通過的話 我們就接受這個軟體 所以叫Acceptance Test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看右邊這個圖 那麼一開始當然是要先有一個User Story 那這User Story之後呢 我們會撰寫一些 Acceptance Test Cases 也就是說要能夠接受的 測試的這些Case 然後這些Case寫完以後呢 就進行我們先前所說的TDD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TDD的部分呢 現在是一般來說已經是自動化了 因為就像我們在Visual Studio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測試總管 它等於就是這一部分呢 你使用程式語言撰寫 然後用測試總管來 handle 所有的測試的scenario 好 但是呢 前面這兩部分 User Story跟Acception Test Cases 這兩部分 在以前的話呢 你都是由程式的分析師 或者Architect 不管用什麼方式 他們認為這個步驟 應該要完成的程式碼 把它描述出來 那因此呢 這有人想說 那這一部分有沒有辦法 也像TDD這個樣子 然後可以做成這個自動化的處理呢 那因此就有人提說 好 那我就規定說 我的User Story 雖然是用自然語言撰寫 但是呢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工具 在User Story裡面 抓出這些關鍵的致詞 自動來產生測試的範例 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利用特定格式的User Story 而可以fit到一個 適當的軟體工具 來產生自動管理 你的這些所有的Aption Test的話呢 那這就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現在呢 就把這一種User Story 還有有一個外界的軟體 管理它的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就叫做 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簡稱為BDD 好 那因此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你在User Story這邊呢 你要使用一些關鍵字 描述系統 它需要哪一些功能 好 所以我們這裡所謂的功能 是用Feature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有很多種的含義 包括特徵什麼等等 但是在軟體工程裡面的話 這裡的Feature指的是 你的這個軟體系統 它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功能 好 那這個功能有了以後呢 就去描述這個功能 所對應的一些測試的範例 那這些功能產生出來以後 就可以利用BDD的工具 來產生對應的code 那這些工具裡面 那個目前我所知道的 比較流行的一個工具呢 叫做Cucumber 就是黃瓜 那因此呢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到那個Google去搜尋一下 那個Cucumber 然後BDD之類的 那你就會看到有這樣的一個 Cucumber的工具 可以幫助你把你的scenario 轉成是這個類似的 相關的程式碼的架構 那由於這個東西是有一點點 這個比較抽象 那因此我們在這裡呢 不多做討論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查一下這個Cucumber 這個程式碼 他的公司 還有他們做的這些事情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如果能夠產生 BDD的程式碼的過程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呢 在TDD呢 你可以結合Unit Test Unit Test我們在上一次提到過 每一個Test裡面 包含三個基本要素 就是Arrange Apt Inserve 這個部分 就各位回去複習一下 我們上次所提到的 這個TDD的概念 那裡頭有這個3A的這些原則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我們要寫一個 比較有點大的 這個軟體系統的話 那它的利用這 ATDD BDD跟TDD的流程呢 它的過程大致是這樣 首先我們看左邊粉紅色的 這個圓圈這裡 它代表的是一個UserStory 在這種軟體開發流程裡面 所有東西的開始 都是一個UserStory 那UserStory呢 是定義並且管理使用者的需求 我們從這個UserStory出發 我們可以去撰寫一些 這個系統它的功能 所需要的這一個部分 那就是這個Feature的地方 那Feature這裡呢 我們接著每一個功能呢 都可以對應到 許多個不同的Test Scenario 測試的場景 測試的場景有好多個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每一個黃色的橢圓 都代表一個Scenario 每一個Scenario都進行開發處理以後 那每一個Scenario裡面 都要進行Arrange Act跟Assert TDD的處理 這最後我們就可以產生程式碼 那這些程式碼呢 在運作的過程裡面 都有適當的BDD以及TDD的工具 使得你的整個軟體的開發過程裡面 可以達到有效 而且不太會出問題的這種方式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說 核心就是這個UserStory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UserStory UserStory它的這個格式結構 大致是像這張投影片 左邊地方所描述的這個部分 每一個UserStory 第一個它需要有一個Title 這個Title就描述這個UserStory 它所要呈現的是系統 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好 那這個功能是怎麼來的呢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自然語言的描述 所以一個Narrative 那在這裡面呢 你必須要聲明說 我希望達成的功能呢 是我站在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 所以會有一個As a 然後消費者他希望能夠有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要In order to 得到什麼樣的Benefit 那為了達成這個Benefit的話 它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功能出來 以便So that 可以怎麼樣做 在這樣子的一個功能底下 可以應用到的 可能還有一些規則跟限制 那麼就附在這個Narrative這裡 通常測試的功能 它如果能夠接受的話 那就表示說後面會有列有一連串的測試情境 那這些測試情境 每一個都能通過的話 就代表User Story通過 好 那左邊是它的這個結構跟這個格式 那右邊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某個網站裡面的後台程式 我們假定要做一個購物網站 那這個購物網站裡面 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功能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有購物車的這個功能 那這購物車的功能呢 它應該有什麼樣的效益呢 我們如果是一個消費者的話 那他要應用這個購物車 那他想要來買這個產品 所以In order to購買產品 那因此它需要什麼呢 它需要把產品放到車裡面 放到車裡面以後你要幹嘛呢 我希望能夠知道車裡面所放的這些產品 它有哪一些品項 然後總金額是多少 那這裡我們可以使用的規則 包括可能在這個網站購買貨物的時候 需要付貨物稅5%運費呢 如果是1萬元以下的話 要付100元 然後如果你的金額超過1萬元的話 我們就免運費 所以右邊這樣一個寫法 就是一個User Story 初步的這個結構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User Story怎麼樣可以算是通過呢 所以需要有許多個Test Scenario 來考慮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列出好多個Scenario出來 因此每一個場景它的架構 就像這裡左邊所秀的格式跟結構 同樣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把場景所對應到的功能 Feature 把它定出來 接下來就是第一個Scenario 每一個Scenario同樣的得要有一個Title 好 那這Scenario裡面 你先要說明的是 我這個場景是基於什麼樣的一個假設之下 所以你要給它一個脈絡 一個Contest 所以Given一個Contest 然後這個Contest可能有好多個 所以你可以用End把它們連接起來 這個場景是當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應該得到什麼樣的Outcome 也許還有別的Outcome 最後可能是還有其他的影響等等 那麼它的一個範例 像我們右邊所秀的 這個Scenario是為了要測試購物車的功能 所以我們的Scenario 1 它要測試的是我們的購物車 它在消費者購買一件 1萬元以下產品的時候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出來 我們於是看假定Given已知購物車是空的 我們曉得K牌的無線藍牙耳機定價是700元 好 因此當使用者把這個K牌無線藍牙耳機 放入購物車的時候 購物車必須顯示裡面有一件產品End 而且購物車的顯示要盤稅跟運費的總金額835元 這就構成一個測試的場景 一個Scenario 好 因此購物車它所應該具備的能力 當然不只是這裡所秀的Scenario 這裡所想的Scenario 其實就是類似我們21點遊戲裡面 所謂的不同的測試場景 只不過我們在21點的測試場景裡面 我們是使用表格來顯示它的測試場景 現在我們使用固定的格式跟結構來撰寫你的場景結構的時候 理論上一些軟體的工具 例如Cucumber之類的 它可以把你這邊所顯示的這些Scenario 轉變成為一個可以執行的測試的範例 不過用這個東西得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 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要曉得說 我們的測試場景可以使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我們可以盡量練習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我們的需求 這樣子的話也可以了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在這個我們所設的測試情境裡面 它該要怎麼樣去呈現 然後這個測試情境裡面 該有的一些重要的內容 也在剛才所說的這些架構格式裡面可以看到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本學期裡面 最核心的重要觀念之一 叫做物件跟類別的討論 這個部分的投影片有120幾張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般其他章節的投影片的兩倍 所以我們預備使用兩禮拜來討論物件跟類別的關係 首先物件跟類別這一張所包含的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們首先會由之前文藝介紹的函視 然後過渡到class類別的觀念 其次轉過來以後 我們發現你要使用這些類別的時候 在關於它裡頭的變數的存取 使用一種叫做屬性的觀念 在某一些場合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們介紹這個屬性 第三部分我們介紹所謂的多載 英文是叫做overloading 也就是一個韓式的名稱 你可以利用它不同的格式 然後寫好幾個不一樣的韓式來處理 我們後面看到 第四個提到的是建構式跟解構式 就是constructor跟disruptor 再來我們會提到的是dis的參考 前面這裡第二、三、四節 所牽涉到的都是類別裡面的 所宣告變數的出質化還有設定 第五個dis参考 也是物件導向的重要概念 物件導向所以能夠在執行上還蠻有效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有用到一個 叫做dis的參考的這種概念 我們後面再說明 再來是靜態的成員 這碰到再說 不過各位就應該可以注意到 到目前為止你使用韓式在寫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你的主程式還有其他的韓式前面都要寫一個static 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們在第六節這裡會給各位一個說明 再來第七個是結構 structure structure跟class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 但是實際應用的時候 有一些不一樣的考量 我們後面再說明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建構式裡面有另外一種建構式 叫做複製建構式 copy consultant 同樣 這個我後面再說 然後 第九個部分就是 如果我們拿物件要拿來呼叫韓式的時候 那它有什麼樣的性質 這一章的最後一節 我們就說明我們要用物件也可以建立起來一個政列 那要怎麼樣來應用 那就是我們來說明 我們首先看的是韓式到類別的過渡 就直接引用我們剛才所說的這個userstory的觀念 來說明我們的這個範例程式 它需要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userstory所要完成的功能 是把某一個影像旋轉90度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as a user of an image viewer 各位現在看你的電腦裡面 不是都有這些 比方說JPG 或者是一些影像 它的觀看的工具 對不對 這些觀看的工具裡面 常常我們也許會用到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 它存起來的影像的格式 它呈現的角度跟我們所想的不一樣 最常看到的就是像右邊這個圖所示的 這邊是一個所謂的Portrait 人像的這種影像 這個是誰你應該看得出來 另外有一種影像是像底下的 這個椰林大道 是所謂的Landscape 風景式的圖片 有的時候可能我們拍了這個影像以後 結果它存在電腦裡面 存的格式是這種Landscap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影像的人的 這個影像就倒了90度 也有可能就是這個Landscape風景的影像 變成是轉過來90度的情形 因此我們常常需要一個功能 一個Feature 這個Feature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讓User可以決定 我們要不要把這個影像旋轉90度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照剛才UserStory的格式 就可以寫說 As the user of an image viewer 我們希望能夠把影像旋轉90度 這個旋轉90度以後 我們可以Show that 把影像的方向 從Portrait轉成是Landscape 或者是從Landscape轉成是Portrait 就是說左右顛倒的這種情形 因此這個時候也就是說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的程式必須要能夠把影像的長跟寬對調 就是說當我們需要做Rotate的時候 就變成是需要把Image 它的寬跟高要把它對換過來 調換過來 因此我們先看一下 剛才所講的 這是UserStory裡面的Feature的部分 我們剛提到過 你的UserStory還要包含一些測試的場景 Test Scenarios 這些Test Scenarios 都是完成旋轉90度以後 它就應該要通過的測試的情境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Show三個情境 所以我們就Given三個影像 影像A是三個Pixel乘五個Pixel B這個影像是2乘以2 C這個影像是4乘以1 因此這三個Chenarios 它應該相當程度的表達出你的旋轉90度的功能 它應該通過的測試 Given這種狀態之下 When Rotate 當Rotate這Event發生的時候 Then這個Shenarios 應該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的A是3乘以5 Rotate以後 它應該要變成5乘以3 B是2乘以2 旋轉以後 看起來還是2乘以2 C剛才是4乘以1 現在旋轉之後 它應該就變成是1乘以4 這樣一個結果 你可以看見 在這裡我們省掉了很多複雜的內容 我們只把這個問題 把它聚焦在影像的寬度跟高度 要變換的這件事情上面 因此我們的Chenarios要能夠完成 至少要通過這三個情境的測試 那這樣子的這個情境 我們如果寫成程式的話 該怎麼寫 那假定我們使用這個前面的 韓式導向的程式設計的觀念 我們的程式碼寫起來 也許就像現在我們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的就是矩形A 矩形A它的寬跟高分別是3和5 那麼矩形B它的寬跟高分別是2跟2 矩形C它的寬跟高則分別是4和1 這個就是設定好了這個矩形的外表 接著剛才這個可以看成是一個arrange 我們前面講到的三個A的原則 這裡需要出來的是arrange 也就是說我們設定這三個情境相關的這些變數 3A的第二個原則就是action 所以我們就呼叫一個韓式叫做rotate 這個rotate可以把你的第一個參數跟第二個參數的內容對調 所以其實它用到的是我們之前所學的swap 交換兩個參數的這種概念 因此我們就用call by reference的方法 讓width a跟height a兩者在呼叫rotate以後 可以把這裡的width a跟height a交換 所以在這個action之後應該再有一個assertion 那個assertion裡面就assert width a變成5 然後這個height a變成3 以及這個width b變成2 然後height b變成2 還有width c變成1 然後height c變4 所以我們的程式也許寫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有這個arrange 然後有action 然後有assert 於是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前面所提到的rotate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通常如果我們只會寫這個韓式的話 那麼程式寫到這樣子就不錯了 所以因為我們可以達成我們的目標了 好 可是這樣的一個寫法 它存在著一些問題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rotate這個程式 因為我們自己寫這個韓式導向的話就會這樣寫 rotate的裡面就是把width跟height 用一個temperature的變數來交換回去 這樣就可以把它的寬跟高做一個交換 這樣做我們來討論看看有些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這裡的width a跟height a 這個部分的東西都是一般性的變數的寫法 除非你剛好很注意到說變數的名稱 它可以代表是矩形a的寬跟高 那麼如果只是使用變數名稱的話 你其實並不知道它們是同一個矩形裡面的寬跟高 因為它們是跟一般變數一樣 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說它們合起來代表矩形a 我們要靠這個註解才能知道它們是同一個矩形 我們每次上課的教材常常會附一個clean code的書裡面 它有提到說如果你發現說需要利用註解 才能夠把某一個變數之類的東西講清楚的話 那麼考慮一下把這些東西變成是這個註解 所以把它變成是變數或者是類別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們看到的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rotate這件事情 它其實主要做的事情是矩形物件才能夠有的東西 其他的功能不應該來呼叫rotate這個函式 可是如果看程式碼的時候 你很難體會說它直接就是代表把這個矩形旋轉90度這個樣子 再加上說它就是跟一般的函式一樣 使用上面沒有限制 所以即使你呼叫它的時候的兩個參數 並不是代表這個矩形的物件 但是你還是可以透過呼叫rotate 你可能交換它們之間的數值然後來應用 類似這樣的一個做法 顯然就是比較不太嚴謹的這種方法 不過如果我們只會韓式導向的程式寫法的話 那可能我們就只能這麼做了 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剛才所看到的這三個矩形 這個scenario 我們可以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列表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考慮的是矩形的名稱 A B C 那麼A B C 他們各自的狀態 也就是寬跟高 那麼A 是3跟5 B 是2跟2 C 是4跟1 好 那在這裡我加了一行叫做功能 那這個功能就是說 A B C 三者都應該要能夠旋轉90度 也就是可以有一個rotate的function來使用 好 所以這樣一個表格可以呈現出 我們先前所講的這三個測試的場景 情境可以看得到 那麼這三個矩形的物件旋轉90度以後 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還是A B C 三個矩形 那它的寬跟高就轉變變成是5跟3 2跟2還有1跟4 那這時候A B C 還是可以再轉90度 你如果看PowerPoint工具列裡面 它就有一個功能是旋轉90度 向左轉90度或是向右轉90度等等 那我們這裡簡化它就是旋轉90度就是了 好 那如果這樣子整理以後呢 我們可以用進一步的 比較抽象的一個觀念 來看剛才講的這三個測試的情景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的這個表格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分成是 表頭還有資料這兩個部分 你可以注意到說 只要你有表格的表頭這些東西的訊息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利用這個表頭 產生無窮多個表格裡面的內容 換句話說你就可以應用 只要符合這些表格的表頭的要求 你可以弄很多個這個矩形的東西出來 那每一個矩形都會有一個寬 有一個高 而且都有一個旋轉90度的功能 好 那因此這個以前的人 他們介紹這個物件和類別觀念的時候 常常講一句話說所謂的類別 就是產生物件的藍圖 那我們利用這個藍圖 可以建立起許多的這個物件 但是那樣子的說法 其實這個不太容易令人理解 我在寫這個講義的時候 我的作法是把它抽象化變成是一個集合的觀念 也就是說我所謂的矩形 它就是一堆instance 一堆實例 每一個實例裡面都要能夠描述 它的寬、高以及宣傳90度的功能 對不對 我們以前如果學過這個集合的觀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集合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麼你就可以設定它不同的寬跟高 就可以產生這個矩形的虛虛多多的例子 但是我前一陣子忽然想到說 這樣的一個表示方法還是有點抽象 因此我們現在就構想這些物件跟類別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想成是這一張投影片右邊的表格的部分 那麼如果說我們可以描述一堆這個東西 它的這些性質可以用這個物件的名稱 以及它的一些狀態的描述搭配這個功能的話 我就把上面這一些表頭所對應的部分 稱之為一個類別的宣告 所謂類別的宣告就是指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那麼指定這個表格的表頭的這個部分 那這叫做類別class 那麼依照這個表頭的說法 還有或者是我這邊集合藍圖的這種概念 我們可以產生很多列的這個物件 那每一個物件可以給它 你依照這個需求隨便給它一些名稱 所以例如是ABC或者是Square 或者是R等等這些名稱都可以 那它每一個物件都應該要設定狀態的這個數值 所以要有一個寬的柱子 有一個高的數值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簡單的說 所謂的類別就是指產生這個表格裡面的 這個表頭的部分就是所謂的類別 而你所產生的物件就對應到這個表格底下 這邊所產生的這一些東西出來 好 那因此這個class的這一部分 如果我們用C-sharp描述的時候 那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剛提到class的話 它所處理的就是表格裡面的表頭的這個部分 好 那因此假定我們的class的名稱叫做Rectangle 那我們在這個class的宣告裡面 所要描述的就是這些表頭的部分 那麼我們有寬 我們叫做width這個變數 我們有高 有height這個部分 那我們有一個功能是旋轉90度 所以它有一個function叫做rotate 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表格 當我們寫成C-sharp程式的時候 它的寫法就是這樣子 class Rectangle 這裡所謂的public這個東西 我們後面再說 馬上就會講到 那這裡就表示說Rectangle 舉行這個類別呢 它的狀態是由寬跟高所決定 所以會這邊附上width和height 同時它也要能夠旋轉90度的動作 所以功能這裡就加上一個rotate 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物件的狀態 寬跟高對調 因此你可以看到在rotate這個function裡面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class裡頭的 width跟height這兩個東西 兩個把它對調 因此就是使用一個template這個東西 然後對調這個過欄 你可以看見這個rotate 它是寫在這個class裡面 所以它要對調的這個變數 就是你這裡所宣告的這些狀態 因此如果你設定好這個Rectangle物件的話 你要求它rotate的時候 你不必要再去給它 像前面那樣子的兩個變數的參數 所以我們就這裡rotate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加上widthA跟heightA這樣的東西了 因此我們就說以右邊這張圖來說的話 凡是描述這些表頭部分的程式碼 就是一個類別class 我們以前大家的說法就是說 它是一個描述物件的藍圖 在這個類別裡頭 我們通常要包括兩類的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類別裡面 它的成員變數或者叫做狀態 它的狀態是以類別裡頭 所包含的表頭的名稱 來作為它的狀態 類別能夠需要具備的功能 則是使用這邊的成員函式 這個rotate之類的東西來表示 物件就是所謂的具體狀態跟功能的元素 所以例如我們這邊的A、B、C三個矩形的物件 它就是物件 好 那因此再來看 我們剛才宣告的這個Retangle class裡面 它的這個成員函式叫做rotate 那麼這個rotate這裡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它所處理的這些變數的內容 是這個class裡面所宣告的這個表頭的這個部分 因此我們不需要在rotate裡面 添加其他的參數 除非是後面有一些情況 我們需要外界輸入變數 一般而言的話 這一種這個成員函式 它裡面所處理的 就是以它的宣告的這個狀態的這些成員變數為主 另外我還注意到 我們之前用這個class的這個program class 然後寫這個組成式man 還有相關的函式 都要加上一個static這個關鍵字對不對 好 那在class裡面你所寫的function 就用不著加static這個關鍵字 所以這是初步的一個差別 好 那有了這個Retangle class的這個宣告以後 那我們在這個組成式裡面 要如何運用這個類別來產生我們所想要的這些舉行物件呢 好 那因此我就在這個程式裡面 寫成這個樣子的程式碼 來設定所產生的舉行物件 首先A這個舉行 我們要告訴電腦說 我現在需要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名稱叫做A 那於是我們就寫成這個樣子 RetangleA等於NewRetangle 這個組成式當然要另外搭配 classRetangle的宣告 那你把class的宣告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你單獨去弄一個file也可以 好 那反正就是你的組成式裡面 那要能夠連結到這個class的這個宣告 好 所以一旦能夠連結過去以後 當我寫說RetangleA等於NewRetangle的時候 電腦裡面就會產生一塊記憶的區域 那麼這個記憶的區域裡面 有一個部分是放這個物件的width這個變數 另外一個地方放這個height這個變數 好 那因此這個當我們產生了一個RetangleA以後 根據這個表格我要把它的width設成是3 height設成是5 那這怎麼做呢 我們就寫A.width等於3 A.height等於5 一樣的情況RetangleB就寫成是那塊區域裡面 對應width的部分把它設定成是2 height的部分也設定成2 第三個RetangleC 那C也是一樣在NewRetangle以後 那麼就設定它的width等於4 然後height等於1 那接著我們要求這A B C三個物件 各自要旋轉90度 於是我們就設定A.rotate B.rotate C.rotate 當你寫這個A.rotate的時候 那麼class裡面的rotate這個方法會被呼叫 那它呼叫的時候所處理的 是物件裡面現在所存有的width跟height 那麼因此我們用一個A.rotate 告訴電腦說你要旋轉的是A矩形裡面的width跟height 因此當你把A.rotate寫完以後 你後面可以拿一個insert 然後就設定A的width要等於5 然後A的height要等於3 所以這樣子你可以有arrange 然後action 然後再來insert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基本上得要有這三個主要的部分 好 那麼因此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做法就等於是說 在我們的程式敘述裡面 我們可以去設定我們的這一個類別 那麼根據這個類別 把它看成是表格的表頭之後 我可以產生很多這一個類似的物件出來 好 那麼在這個Visio Studio裡面 那麼要怎麼樣去新增這個類別的程式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 那個我們首先打開這個Visio Studio 你可以看主程式的寫法 就像我們剛剛寫的類似 那我們首先要建立起一個reclangled class的時候 可以在Visio Studio這邊選擇專案這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選擇加入類別 然後你可以把它的名字叫出來 比方叫retangleA也好 因為已經有一個retangle在裡面了 這樣一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就有一個retangleA 你可以發現在同樣一個namespace 因為同樣在namespace 所以你的那個主程式才能夠知道說 這個class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好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已經幫你把class外框寫好了 那在這裡面呢 以我們剛才的例子來說的話 那麼retangle應該要有兩個描述狀態的變數 那就是public int width public int height 再來我們就要提供功能 所以public void rotate 那rotate裡面呢 就要把width跟height互換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裡面你可以宣告一個pmp等於width 然後我們把width設成是height 再把height設成是temp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一個class的宣告 那這樣一個宣告呢 在主管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呼叫newretangle 剛才那個class裡面所描述的一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裡面呢 他就把它叫做A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知道說 如何在這個video studio裡面來加上這個類別的方程式 那這裡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它的框架就是給你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你要在裡面填進去 你所要描述的物件狀態 以及它的應該有的功能 所以物件跟類別的觀念 自從C++引用進來以後 現在大部分的高階的語言 都要支援物件跟類別的概念 所以包括Java 包括C Sharp 乃至於Python裡面 都有物件跟類別的概念在裡頭 那麼為什麼這個物件跟類別的概念 會這樣地受歡迎呢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以前前面所說的 韓式導向的這種程式的寫法 那麼事實上是不太合乎 這個人類解決問題的自然的表達方式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介紹 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概念的時候 會再說明 其實他們做過一個study 在物件導向的這個概念出來以後 有非常多的現有的 當時的程式設計師都抱持著 這一個疑惑的態度 而且要他們把這個本來寫韓式的 這一種想法轉程式使用物件跟類別 來解決問題 他們發現說你之前寫的韓式導向程式 越多的話 你越不容易學會怎麼樣使用物件跟類別 所以這是很頭痛的問題 我當年從Fortrum 然後C 然後要開始使用物件導向程式的時候 也是經歷過一段相當艱辛的過程 大概起碼卡了好幾個月 因為我們的想法都還是韓式導向的概念 好像是在寫實譜一樣 但是你用寫實譜的方式 來寫物件導向程式的話 就寫不出來 他們也發現說新生代的程式設計師 反而更容易接受這些物件跟類別的概念 所以我就是要趁各位 你剛剛會寫這個韓式導向之後 馬上就跟你介紹這個物件導向的東西 看看你能不能轉過來 用這種方式來思考 然後來寫這樣物件跟類別的程式 另外如果你有了這樣一個東西以後 你的程式設計師會變成很容易 可以寫出解決問題的程式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物件跟類別的程式設計方式 我們發現說程式碼的重複使用 會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麼其實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在物件導向程式風行之前 大家使用的是韓式導向的寫作方式 於是當時就出現了所謂的 Soalware Crisis 就是說軟體危機 因為程式設計師還有軟體工程師 都已經拚老命 然後盡量的去加強他們的生產力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寫出人類需要的更複雜 然後規模更大的這個程式 一直到這個物件導向出來以後 大家忽然發現說 使用物件跟類別的時候 這個程式碼的重複使用 CodeReuse變成是相當容易達成的事實 我們後面講這個GUI的視窗介面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甚至連一行程式碼都不用寫 你就可以寫出一個空視窗的 這個可以互動的程式 所以在這個物件跟類別的這個時代底下 那麼我們比較重要看重的是這個程式碼 能不能被這個一再的重複使用 而不再是像以前韓式導向的時候 我們講究的是說你這程式設計師一天生產多少行的程式碼 所以現在大家已經不去講究說 你這個一天寫多少行程式 而變成是說你一天寫多少個可以重複使用的程式 所以能夠達成我們剛剛所說的這種客服軟體危機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運用類別的時候 我們可以對所要處理的問題 它的內在的變數以及功能 我們把它封裝起來 所以這個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有三個主要的特點 也就是物件導向的設計跟傳統的韓式導向設計 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重點就叫做encapsulation 另外兩個我們後面再說 那麼在這個encapsulation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說在class的宣告裡面 我們可以把物件所對應的狀態的變數 以及它會用到的function把它封裝起來 所以你的class裡面包含有狀態 也有包含class裡面所要處理的這種function 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變數跟這個韓式 封裝當作一個整體來思考運用 所以你的類別的內容就很容易修改 但是又不會影響它的外在行為 所以這一點就可以增強很多程式師的能力 另外我們把它封裝起來以後 然後封裝起來的變數跟function 我們可以宣告它是public或者是private 所有宣告成private的變數跟function 不能夠在class的外面來修改 所以它可以出現一個很像是黑箱的模組 因為在class裡面你只要知道說 它有哪些public的function 這些public的function怎麼樣去呼叫就可以了 對於這個class裡面所寫的變數內容 以及function的內容 那麼外面的程式師可以完全不必去理解 因此這一點就變成是一個提高 coder reuse的一個重要的關頭 這樣的一個做法 它其實是相當於軟體IC的概念 所謂的IC電機工程師在運用這些IC的時候 它通常會手上有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IC的本身 這IC它常常是電路被黑色的塑膠 或者其他顏色的塑膠把它包裝起來 所以這叫封裝 封裝起來以後 它會保留一些外面的金屬的接角 可以讓你插在電路板上面 因此使用這個IC的時候 你只要設計適當的電路板 然後提供給這個IC的這些接角 適當的訊號 那麼這個IC就可以依照你所希望的方式運作 然後經由它的某一些output的角 把這些它的輸出訊號給送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IC的觀念 這個電子工程師在使用IC的時候 它第一個要有這個IC在身邊對不對 第二個它會拿到一本他們叫做cookbook 電子的cookbook 這些cookbook就是在描述各種IC 比方說TI他們所生產的IC 那麼在IC裡面哪一隻接角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應該給它什麼樣的訊號等等 都在這個cookbook上面描述清楚 因此這裡面它的電路也許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這個電子工程師他不必去知道 裡面的這些電路的細節是如何運作的 他可以完全不管 他只要知道怎麼樣去給哪一隻接角 把它接到正確的這個信號輸入以及輸出的位置 他就可以使用這個硬體的IC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的電腦非常的複雜 它能夠達到這個地步 像它的cpu它本身就是一顆IC 這個cpu裡面的運作原理 這個設計筆電的人 他可以不必知道這個cpu內部如何運作 他只要曉得他們的接角該怎麼接就可以 好 那因此大家就想說硬體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硬體的電子工程師 他們的產能增加的非常非常快 是一個非常快的這個進展 那麼軟體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軟體我們如果說在類別裡面 我們也限制說我們的類別 而且呢 function和它的變數呢 凡是宣告成是private的話 那麼外界就不可以用 而且外界也不需要去知道 這些private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只要曉得說class宣告以後 裡面public它的function該怎麼去呼叫 比方說網路裡面 如果你要使用一些現成的library的話 常常這些library會提供一個 這個所有class的這個function 它裡面呼叫的時候 它的這個參數應該是哪些東西 然後這個輸出在哪裡 它做什麼用的 就相當於cookbook這樣的一個介紹在那個地方 好 那因此這個物件導向的 這個class的概念 它裡頭就包含了這樣子的一個封裝的概念在裡面 那麼因此就使得說 這個我們開發程式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跟用ic在做電路一樣 你只要曉得怎麼去呼叫 這個類別提供的這些public function 你就可以應用它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它可以減輕很多軟體設計師的負荷 並且增加它的效率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概從2000年之後 軟體的發展一日千里 所以現在即使是這個以前 我們並不是電腦的程式設計師的專長的人 那現在你有很多方法 可以讓即使是小孩子 也可以使用例如skitch的語言 然後來寫出他們要想做的程式碼 好 因此這個所謂的封裝package 或是incalculation 那麼它就是包含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它的狀態變數 跟函式把它包裝在一個類別裡面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個裡面的這些狀態變數跟function 我們可以個別宣告成是private 或者是public 那我們只把這個可以公開的部分 這個放出來給人家使用 那這個private的部分 這個就外界不能夠去access到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類別 本身也可以不停的改進 只要你改的是private的地方 然後public的地方不去動的話 先前的程式設計師所寫的程式碼 到後面還是可以使用 因為他們只用到了這些public的部分 那private的部分即使是改變以後 但是不影響到這個public的部分 所以這樣一來就使得 這個軟體的開發效率變得很高 所以這個是物件導向一個重要的觀念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提到 這一些類別在產生這些物件的時候 我們要寫一個類似Rectangle new new一個Rectangle的這樣子的一個步驟 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 每次有一個new在那裡的時候 就表示我們是要跟作業系統要求 在heap的地方產生一塊記憶區域 來讓我們的類別物件來使用 第一個我們複習一下 電腦裡面它的記憶體在run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heap step兩部分 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 當我們宣告integer x等100的時候 它就把代表x的位置裡面的內容 直接放進去100 那這個是在step裡面 也是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程式自己可以控制變數的記憶區域 但是我們提到過 對於例如自竄之類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在step裡面來處理它 因為這個自竄的內容 它可能會長短會發生改變 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在step裡面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要求說 每一次要產生一個stream的時候 我們就向作業系統要求一塊heap堆積的區域裡面 把這個部分的開頭的地址送回來x裡面來儲存 那這個我們叫做參考reference 因此像一個自竄之類的東西 它是儲存在heap space裡面 那隨著你的需求改變記憶體的大小 所以這個是參考的型別 現在物件導向以後 那麼class和物件的應用的時候 那麼也是用類似的一個概念 類似這個概念 好 我們看怎麼樣呢 主程式裡面是寫說RectangleA等於NewRectangle 對不對 當你這樣寫的時候 我們提到過 只要看到這個New 就知道記憶體是要跟作業系統 要一塊記憶的這個區域 那這一塊的記憶區域裡面 要包含哪些東西來讓我們的程式使用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參考class的這個宣告 因此這地方是要產生一個Rectangle的物件 因此我們得去參考Rectangle的class 然後看它裡面有哪一些儲存的 內在的狀態的變數 在這個Rectangle裡面 它有兩個狀態的變數 分別宣告為with height 當我們的這個作業系統 接收到這個主程式 要求分配記憶區域的請求以後 它就去參考Rectangle這個class的宣告 那麼由於這個宣告裡面 只有一個with跟一個height 那麼所以它在Heap Space裡面呢 就會根據RectangleA等於NewRectangle的時候 在Heap Space這裡 弄出兩個整數的區域 分別放A裡面的with 另外一個放A裡面的height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一塊區域 那把這一塊的區域呢 把它的地址放在堆積機裡面 叫做A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reference 那這個reference呢 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做this 那這個我們等後面再講 好 那因此呢 接著我們Awith等於3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作業系統裡面 從A找過去 叫做with的地方 把它放進去3 然後從A找過去 那麼在height的這個地方放5 所以這裡就是3 這裡就是5 RectangleB呢 同樣也是一個NewRectangle 因此在這一部作業系統 同樣准配兩個整數的區域 一個也叫做width 一個也叫做height 那麼對於B這個物件 那我們希望它的width跟height 都是等於2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從B這裡找過去 把width的地方設為2 那在這裡就把它找過去 對應的height設成是2 因此呢 我們每一次寫一個 這個class的這個 使用的宣告的時候 那麼計算機所做的事情 就是由作業系統 根據class的宣告 決定空出什麼一個區域來 給物件來應用 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它事實上 對應到的物件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堆積的記憶區裡面 那麼你每一次都要參考 class的member variable 這個member variable 在不同的書籍 以及不同的語言裡面 有不一樣的稱呼 在C++跟Java裡面 把它叫做成員變數 member variable 但是在一些比較通稱 OOP的物件導向的程式裡面 會把它叫做attribute 或者叫做fill 或者叫做data member 有很多種稱呼的方式 基本上它都是代表 它的這個狀態的變數 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了這一些 就是描述它的狀態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A對過去 有這個3跟5放在這裡跟這裡 然後B呢 這個22放在這裡到這裡 好 這個function這一部分怎麼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function這一部分的話 在我們的class宣告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member function 成員函式 其他的名稱 有的把它叫做behavior 有的把它叫做method 有的把它叫做operation 那基本概念都一樣 就是封裝在這個class裡面的這個函式 好 那這個函式這樣子看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這一個 函式的這個class的宣告這裡 你可以看到呢 每一個class的物件都有成員變數 所以這個with跟high 那就用一個堆積機率區去存它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呢 每一個class的物件也都會對應到 有一個rotate 所以我們剛才才會有 A.rotate B.rotate C.rotate 這樣的一個函式呼叫 對不對 好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產生了 那麼因為這個每一個產生的物件 都要能夠使用這個這樣子的一個function 可是這個function它裡面所對付的 是每一個物件裡面自己的這個成員變數 那這裡就一個問題產生說 那麼我們的這個成員變數是不是要把這個function的程式碼 附到每一個物件裡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 A這個物件在設定它的with跟hide以後 要不要在後面再補上一個一段程式的執行碼 以便A要執行rotate的時候 就到它後面那個地方去執行 然後B就跑到bhide後面程式的這個程式碼的二進位的編碼裡面 去執行裡面的這個內容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假定你的那個程式裡面 那宣告了這個100個這個變數的話 那你這個function的這個member function 你就必須準備100個copy到這個每一個物件裡面去 那顯然是非常浪費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function裡面的這個程式碼 它通常的這個量會比這個單純的變數多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說 這個不管再多的這個物件 我都只準備一份這個function的這個執行碼 那因此這個執行碼通常是在開頭的部分 通常就叫做它的進入點 entry point 那因此雖然我們的這個rectangle 可以宣告成A物件、B物件等等 但是所有的A物件、B物件、C物件 都共同使用相同的這一段這個程式碼 都從這個進入點進去 來執行這一段的程式 好 那這時候就有問題產生了 如果說你只有一份這個function的這個執行碼的話 那你怎麼樣能夠去處理A的這個內容 和B的內容呢 所以例如我們前面講A.rotate 那你現在所有的這個物件 全部都到這個rotate的這個entry point這邊來 那你怎麼知道說現在是A在呼叫你的rotate 還是B在呼叫這個rotate呢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電腦科學家就想了很聰明的辦法 就是說這個compiler或者是這些語言的設計者 他們想到了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說當你要呼叫這個function rotate的時候 它會暗度成仓 把這個每一個物件的對應的reference 這個this會傳過去給這個rotate的這個地方 因此程式碼裡面寫的時候是只有A.rotate 然後後面沒有不需要加參數對不對 可是計算機在實際執行A.rotate的時候 它會把A這個地方this這個reference 送進去rotate裡面 有的是擺在第一個參數 有的擺在最後一個參數 沒差 換句話說就是實際上你執行這個member function的時候 事實上是真正跑過去的這個參數 比你書邊所寫要多一個就是會把你這個物件 所在的這個參考的這個地址送過去 所以它才可以不管是哪一個物件 都使用同樣的一套 function來執行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提高了這個程式碼的這個效率 所以你不需要花那麼多的記憶體 然後這個處理得起來時間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電腦裡面處理這個member function的時候 它的這個辦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圖裡面 藍色框框框起來的部分 就是Retangle裡面的function rotate這件事情裡面把變數交換等等 所對應到的程式的電腦的執行碼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當你要執行rotate的時候 就跑到function的進入點進去 然後來執行裡面要求的這個nail 再來我們就提到剛才所說的private跟public 簡單地講就是如果我們要願意提供給外界使用的 就宣告是public 否則的話就設定成是private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看到 我們剛才這個Retangle這個class 它裡面的這個betaMember跟Member function 都是public 還沒有用到private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rivate跟public的概念 在應用這個class的時候 我們要進行這種public跟private的封裝的時候 通常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我們通常會把狀態的變數 也就是成員變數把它宣告為private 如果說你有需要讓private的變數 來給外面設定或者是取得的時候 那我通常就保持變數是private 但是我會寫一個public的function 來讀寫變數的內容 public function的話 一般則是可能public 也可能是private 那麼一個類別 顯然至少要有一個public的這個function 才能夠被外界所使用 否則的話就完全沒用了 好 那在這裡是很多同學 剛開始使用這些public跟private的時候 感覺到一些比較困惑的地方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rectangle裡面 它有這個狀態的變數 就是weave跟height 剛才我們都是把它設定成是public 但是對於一般物件導向的convention來說的話 我們會傾向盡量讓狀態變數為private 如果你發現說你的所有變數 狀態變數都可以 都只適合公開使用 而不適合封裝的話 我會建議你使用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structure 那是我們後面要講的東西 如果你使用這個class來建立這個物件的時候 那麼這個class裡頭的宣告的變數 一般設定它是private 為什麼這麼做呢 這原因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以看一個例子 假定比方說我們有一個 我們看剛才的這個rectangle這個例子好了 現在假定 rectangle成員變數除了width跟height以外 還有一個變數叫做area 面積 另外你的成員函式裡面 就可以有一個叫做gate area 取得面積這樣的一個功能 假定你的這樣一來 你為了要說每次去取面積的時候 都不需要重新計算width跟height的相乘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面積這個東西 存起來也當做一個成員變數 好 可是在這個成員變數裡面 width height跟area 這三者之間必須維持它的這個一致性 那麼如果說我們把width height跟area 都把它開放成為是public的話 就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去動到了這個a的面積 但是沒有去管它的width跟height 那這就造成你的這個物件內部的這個行為不一致 那這就有問題 所以這個比較好的辦法就是這些成員變數 我一律或者是盡量全部都使用這個private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它不允許你從外面去改這個width 或者改這個height或者改這個area 因為這三者之間 這個area跟width跟height都有關聯 所以當你改其中一個 然後不去動到其另外兩個的話 這就有問題 所以這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盡量讓物件裡面的這些成員變數 宣告它是這個private 讓它這個不要去隨便被外面所改變 可是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有時候也需要去取得這一些變數的內容 能到外面去用對不對 所以例如說剛才我們也許就會想要知道說 這個rotate以後 那麼它的width是多少 height是多少 面積是多少等等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有需要去取得這一些變數的內容 對不對 那因此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寫說 我的這個變數是private 但是我另外寫一個public的這個function 來取得這些狀態的變數 假定有必要的話 好 那所以你要注意 成員變數的宣告的時候 盡量都是使用private 有需要取用哪一些參數的時候 用get這些東西 public的方式去處理它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維持內在變數的一致性 好 那現在以retangle為例 在這個class的宣告裡面 我們有一個private width 也有一個private height 這兩個東西都是private 於是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如果要設定width跟height的話 那我必須透過一個public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準備幾個這個function 一個叫做set width 來決定width的值是外界進來的w 你也可以希望說我想知道這個retangle 它的寬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使用get width 來取得寬度 set這個height 或者是get這個height等等 好 那各位一定會覺得 很像是多此一局的做法 對不對 你明明呢 如果把這個改成public的話 那你這一些方權都不用寫 是不是 我同意你的看法 這些方權都可以不用寫 好 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萬一我再來一個private int area的話 這個時候你讓它直接改就有問題了 但是你如果用set width set height的時候 你可以除了width改變以外 你可以再加上一行 area等於width成height 就重新算一次它的這個面積 那就沒有問題 好那因此就是說 為了盡量避免內在變數的一致性被破壞 所以我們盡量讓內在的變數設定成是private 然後這些值的設定可以用一些public function 還有get function來設定或者取用這個變數 因此我們會有變數的set跟get的這些function 雖然看起來是囉嗦了一點 但是這樣的一個寫法是在封裝來講的話 是比較保險的一個做法 當然我也承認這樣的寫的確是很多餘的樣子 所以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方法來讓你的這些東西 不會看起來那麼多時一舉 那我們後面有一些辦法來讓你來參考 好那這些後面提的這些方法 都是建構在這個假設上 也就是說我們盡量讓這個成員變數是private 然後function可以是public也可以是private 那麼當我們把變數變成private以後 那麼要取用這些變數就變得比較麻煩一點 但這裡來說的話 等於就是你有這個ic的這個接角接進去接出來 這個樣子 那所有的接角都是這個function 那裡面的這些電壓電流那些東西 就是由外面這些接角來進去設定 那我們現在考慮的是這個retangle 這個class的這個物件 那麼它這個寬呢是width 然後高是height 那麼所以呢 我們在class裡面呢 我們宣告了這個integre的這個width 還有integre的這個height 那在現在這個情況底下 它的這兩個變數width跟height互相是獨立的 所以你改這一個不改這一個沒有關係 你只是代表不一樣的這個矩形而已 好那但是假定說我們現在在狀態的變數裡面 又加上了一個這個面積area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變數area就跟width 有關聯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寫成是public的話 那麼我們呢在寫這個 這個叫這個class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寫這個樣子 好這有a對不對 好那因此呢 它在那個heap space裡面 就會存放width height跟area 好那如果呢 我現在這個直接設定a的這個width 等於比方說是這個3 然後a的height等於5 好那就設定了這一個跟這一個對不對 好可是呢 你這個寫這個class的人呢 我們希望他對這一個 而應用這個class的人呢 我們希望他對於這個class內部的細節 知道的越少越好 也就是把它當作黑箱 那麼因此呢 這個area它跟位山亥的關係 不應該跑出來給這個外面的這些使用者知道 也就是說這個使用者他其實不需要再去設定 說a的這個面積是等於這個a的width去乘上a的height 因為事實上你裡面這個area 它跟這兩個的關係是不是這個樣子 還很難講 了解嗎 那因此呢 這一個當我們的這個變數 彼此之間有所牽連的時候 我們比較好的辦法就是說 他們之間的關係呢 讓我們由我們的這個function裡面來設定它 所以我把它叫做private 好 那一旦你設成是private以後 這樣寫就不對了 編譯器都沒有辦法通過 你就沒有辦法建置了 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寫 這樣子我們不能夠這麼寫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寫呢 我們的寫法可能就是a點 然後這個set width 然後3 然後再來a set height 等於5 這個時候在這一邊 我們就要宣告這個public的function 這個set width intw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把這個它內在的width 設定成是它外面進來的w 好 可是我們曉得這個class裡面 width height跟area之間 彼此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function裡面 來設定area等於這個width乘上height 因此我這樣寫的時候 那麼我就可以當時我們的set width 跟set height裡面都有這樣的一個東西在裡面 把它們變數彼此之間的關聯都寫在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確保你裡面的這三個 這個彼此相依的這些變數 它們之間的關係會正常不會跑掉 了解嗎 因為你這時候你只能寫這個樣子 或者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然後這個我們可能還有一個function 就是要getarea 但是我們不會這個設定要求說是setarea 因為你如果area一設的話 那你的wind跟high 它們之間可能關係又不對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所以我們強烈的建議各位 就是說在class裡面 盡量把這個成員變數宣告成private 原因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加進去的這個成員變數 它會跟其他的東西有關聯 那跟其他東西有關聯的時候 這件事情不應該讓使用者來操心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它要像一個IC一樣 所以這個使用的人只要曉得用這個跟這個就好 那這個內在的這個一致性的維持 則是由這些你所呼叫的這個function來進行來維持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所以這樣做的話 就是一個private public它的一個重要的概念 那當然寫一堆set跟get也不是這個多好的事情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程式裡面沒有這個area這個部分 那因此你寫private或者是public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因為你的這個with跟high這個東西 彼此是互相獨立 然後不會牽連到其他的變數 那我這裡只是提這個做例子 那告訴各位說這個盡量你把這個成員變數設成是private 那這樣一來你可以把你所有變數之間有關聯的東西 在寫class的時候就設定好在這裡 那麼使用class的這些專體工程師 他不應該去知道你的這個類別內部的一些內在的這些瓜葛關係 這個事情是使用這個class的人不需要去知道的事情 這樣了解嗎 因為只有這樣做你才可以讓這個class更接近是一個軟體的IC 然後可以確保它的內在的這個一致性跟穩定性 所以我們剛才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使得我們寫class的時候 寫這個物件的時候用這種方式來寫 所以我們設定a等於new rectangle 然後設定它的位置3 設定它的high是5 那我當然承認說 如果你只有這兩個成員變數的時候 那完全沒有必要去分private或者public 你這裡寫public也是ok的 但是就是說我們以這個例子來說明 然後建議各位就是說如果你的變數之間 彼此有牽連的時候 那把它宣告成是private 然後在設定這些參數的時候 把他一些內在變數彼此的關係 弄在這個設定的這個裡面 這樣就可以避免掉說從外界直接去修改這個內在的變數 使得它的內在變數彼此之間 它的這個一致性沒有辦法維持 所以這個是一個盡量用這種方法來做的 所以我們看剛才的 這個如果我們寫了很多set with 跟set high 還有get with get high以後 那我們的這個程式的應用的時候 就是這樣寫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arrange 建立起這個a b c三個rectangle 然後這裡是action 要他們做rotate 再來我們就是一樣變成是要insert對不對 insert的時候 就需要從a裡面取出with跟height 所以我們還需要在這裡面要有一個get with 還有這個get height 那get height跟get width就比較沒問題 這種是所謂的read only的這個方法 你只能取出它的數值 而沒有辦法改變它內在的這些變數 那像set的話就不一定不一樣 因為你set的話改了這個with的話 那應該要連其他有關的變數都要一起改 這就是我們剛才這邊做的這樣寫的原因 private所謂的封裝的概念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也要提到說 當我們使用class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能跑出來的程式的答案 也不見得是正確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使用偵措器追蹤 所以例如說我們看剛才的這個例子 當我們要執行這樣的一個測試的時候 偵措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定一個中段點 a.set width這裡 首先就是建置這個方案 然後我們就開始偵措 開始偵措就到了a.set width的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Visual Studio上面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叫做rotatingRectangle2.program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偵措器所在的類別的名稱 這個類別是在class program裡面 然後這邊寫一個man對不對 那就告訴你說你現在是在program這個class裡面的man這個方選裡面 這時候我們講過有兩種選擇 在這個偵措的時候你可以逐步執行 或者不進入函式對不對 那如果說逐步執行的話 那在目前這個case 它就會進到Rectangle裡面的方選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上面的這個地方 所指出來的是Rectangle這個class 所以你的class現在在Rectangle這裡 那你也可以看這邊是Rectangle.cs 表示你是在Rectangle的這個程式碼的地方 那右邊這裡是set width 所以就表示說我們程式執行到Rectangle這個class裡面 那麼set width的這個方選這裡 那同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使用逐步執行 或者不進入函式都一樣 那接著我們再來進行逐步執行 不進入函式 那它又回來回到了這個Program跟Man主程式這裡 所以這些步驟跟以前的偵措器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你按逐步執行以後 它現在就有可能跑到這個它所呼叫的類別 跟這個函式裡面去 那因此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個下一個好了 這裡我們也把它逐步執行進到這個class裡面 進到這個class裡面以後 那在左下角這裡的區域變數欄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做this出現 那麼這個this就是它指到這個class的物件裡面 那麼這個class裡面的物件 一個叫做width一個叫height對不對 所以這裡width剛才已經設定它等於3了 所以這個在這裡 那height還沒有設定所以它是0 所以這裡你就可以曉得 你用偵措器看的時候 在叫做this的區域變數裡面 你所看到的就會是class 它所宣告的這些成員變數 那因此這個就是偵措器的這個應用 接下來我就來講屬性的這個概念 那在剛才的討論裡面 那麼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盡量把成員變數設定成是private 以便維持這些成員變數之間的一致性 所以我們會把成員變數宣告成private 然後再宣告public的這個成員 來取得或者設定它的值 那這樣做我們可以維護 成員變數之間的一致性 好 那但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這裡我們的class宣告裡面 會跑出一大堆的set跟get 如果你的成員變數多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set跟get 那因此這會使得類別的宣告 會有一點冗藏 如果你想要說應用起來很方便 像是這個宣告它是private一樣的話 那你在學用這個get或者set 這些function的時候 要加這個瓜糊就變得有點累贅 比起你這個直接public去設定它來講的話 還要加這個瓜糊是不太方便的 好 那因此我們就提那個csharp 因為這是從csharp開始的 csharp就開始提出一個叫做attribute屬性的 這種特別的member function 特別的成員函式 就是它可以取代setwith跟getwith 然後讓你在使用的時候 感覺就跟使用public的成員變數一樣 那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看這裡 我們就把setheight跟getheight 把它合併起來 整合成為一個叫做height的屬性 當你使用這個height的時候 就把它當作是public的成員一樣來使用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屬性就是盡量把它名稱 跟你要處理的成員變數取成是一樣 差別可能只是開手字母把它變成大小寫 那當然你要用不同的名字也可以 好 那因此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好 如果我們使用屬性的話 我們宣告a.c.neu.rektangle 設定它的width是3height是5 然後b的width是2 b的height等於2 然後c的width等於4height等於1 然後讓這三個去rotate 這樣寫的結果跟之前的一模一樣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我們原先要寫一個set width 還有get width 現在我們把那兩個東西合起來 在這裡 然後就把這個function叫做width 但是你可以看到 原先依照這個c校命名的常規 我們的變數是以小寫字母開頭 function以大寫字母開頭 所以這裡我們本來應該要寫set width 大寫的s 還有get width大寫的g 我現在把這兩個set跟get的東西合起來 然後放在一個叫做width的function裡面 但是這是一個特別的function 因為呼叫它的時候不必加括弧 不必加括弧 因此當我們要設定這個width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set裡面來寫這個需要處理的function 然後當我想知道width是多少的時候 我就跑到get裡面來把這個width拿出來 變數之間的一致性在這裡也一樣可以維持 比方說這裡假定它叫做一個private的area 又跑出來 假定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寫是這個width等於3 然後a的height等於5 那這個時候呢 我這樣呼叫以後 那我這個class這一邊呢 就要改寫這個set width跟這個get width 那我這裡就把set的這個部分寫在這裡 然後get的部分寫在這裡 那get的時候就return這個height 然後這裡呢 set的時候我就使用width等於w 然後再加一個area等於width乘上height 所以呢 這個我們引用了這個屬性attribute以後 那麼在外面的屬性attribute 從這個軟體工程師來 程式設計師來看的話 它的這個使用方式跟你把這個變數宣告成是public 幾乎是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你所呼叫的這個function 是跑到這個特別的function裡面 public這裡應該是沒有這個瓜糊的 然後這裡是等於value value也是一個關鍵字 它所指的就是當你這個width的這個function 它出現在這個等號的左邊的時候 那就是呼叫這個set 那set的時候它就把你這個原來呼叫的這個等號 assignment的右邊這個東西 叫做value然後送進這裡 所以這時候它就會把這裡面的width改成是3 然後這個area就會變成是現在的3乘上height 現在還沒有放就是0 好 那如果說我們取用它的width跟height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放在這個assignment等號的右邊的時候 那可能就變這樣子了 那你比方說integer 這個widthw等於a.width 那如果你是這麼寫的時候 那麼這個width出現在這個assignment的右邊 那這種情況是我們要從a的物件裡面 把它的width拿出來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寫的是a.width 它就會跑到這一邊來 然後找出這個get這邊 然後它是return這個height 所以它就把這個height給傳回來 所以你的w就會變成是3 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裡我再說一次 就是說 為了讓這個使用你這個類別的程式式方便起見 那我們可以設定這個所謂的屬性 那麼這個屬性在使用的時候 跟這個public的這個data member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用一個這個不需要加瓜糊的這個特殊的函式來使用這個set跟get的這樣的運算 那麼當我們的這個特殊的function 那個actitude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的話 那麼它就是一個set的這個運算 所以它會把這個assignment右邊的這個數值叫做value 這個關鍵字叫value 它會把它送進來這裡 然後設它的width是等於這個value 好 但是呢 如果說你的這個attribute 是出現在這個assignment的右邊的話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get的這個計算 所以就會把這個你現在所存的這個with的結果拿出來 然後assign到這個w裡面去 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attribute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做法很方便 因為呢 這個你會讓這個使用這個類別的人呢 就彷彿是在使用一個public的這個data member一樣 但只是這個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這個函式叫做 attribute來做成這樣的事情 那在這個attribute裡面我們的set跟get 那裡頭的set的時候可以把這個變數內在的關係也一樣考慮在裡面 那這就解決了這個它的這個內在的變數 它們之間一致性的這個相關性就可以從這裡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個這個程式的這個範例 這個程式叫做dice simulation 也就是說模仿這個抛直骰子的這個程式 在很多我們想要這個使用這個遊戲或者是這個亂數去模擬某些現象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這個常常可以使用這個骰子來作為這個遊戲的這個工具 那當然我們知道很多遊戲不一定是六面骰 那例如說這個十二面骰、八面骰、二十面骰都有 那在各種遊戲不一而主 那我們現在所看的是這個最基本的這個六面的骰子 就是立方體的這個骰子 好 那這個六面的骰子呢 那我們想做什麼事呢 我們想要模擬build這個骰子 這個一萬兩千次 然後去看說這個各個點數出現的這個次數 還有它的頻率 就是它的這個機率大概是多少 好 那為了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是 是要建立起一個integer的array叫做cult 那這個cult裡面有六個元素 分別代表出現1點、2點、3點、4點、5點、6點的次數 一開始的時候 它們每一個點數出現的次數都是0 所以我們就宣告它是cult等於大瓜糊 那接下來我們預備 我們就準備丟一萬兩千次 那接著我們就假想有一個骰子在那裡 所以我們就new一個dice 各位可以看 這裡就看出物件導向程式的寫法 和韓式導向寫法的不同 如果你是使用韓式導向的話 你可能這個地方呼叫一個function 叫做toss a dice 然後要它指多少次 然後在裡面去把它的正列裡面的內容填滿 那我們現在使用物件導向的觀念的話 就不是這樣子 我們重點不是指骰子這個動作 而是骰子這個物件 骰子這個物件我要讓它指多少次 因此我就是讓dice自己去toss 自己去直 把直出來的結果從這個dice裡面 取出它現在的face value 它現在秀出來的是1點、2點、3點 還是5點、6點 這個點數-1就是它在cult裡面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出現哪個點數 就把那個加1就好 這個加1完了以後 接下去我們就顯示說 各個點數出現的次數分別是多少 所以在這個地方 各位注意 物件導向跟韓式導向不一樣的重點在這裡 我們就假設有一個物件就是dice 跟我們日常的印象感覺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假想說有一個骰子 這個骰子是六面體 然後你可以要求它丟一次骰子 丟兩次骰子等等 每丟一次以後 你就從這個dice裡面 取出它的呈現的點數出來 然後再做這個計算的這件事情 好 因此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classdice要怎麼寫 一個dice其實講白了 就是說你每一次所出現的點數是1到6點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就可以曉得這個dice裡面 要有一個成員變數叫做faceValue 那這faceValue的成員變數 我們一開始假設它是1 就是一開始假設1這樣 好 然後設它是private 那因為設定它是private 所以我們要使用一個attribute屬性在這裡 來處理faceValue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 dice的點數不可以讓外面的程式師 去設定它的值 否則的話就變成是灌了牽的骰子作弊 對不對 那因此我們這個faceValue 不可以從function 從class外面去設定它 那因此我們不可以用setfaceValue 我們只能夠getfaceValue 好 那再來呢 這個faceValue如果是不能外面給的話 那怎麼樣來產生呢 所以我們假定這個骰子裡面 有一個亂數產生器叫做Rand 那麼每一次值骰子的時候 就用這個亂數產生器除以6的余數加1 成為它的點數 好 那因此這樣寫的話就可以模仿一個骰子的情況 好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的faceValue設定它是public的話 會有什麼後果 那變成是外面使用你這個dice的人 他知道這個後門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去assign這個dice的faceValue等於多少 而這樣他就在作弊 對不對 那因此faceValue必須保持是private 好 那保持是private的話呢 可是你也要有辦法去設定它 然後又有辦法去取得這個點數對不對 好 那因此設定說不可以去設定這個faceValue 要用toss這種random的方法去產生faceValue 但是我們可以讓外界的程式設計師去查詢說 這一次丟出來的以後 這個骰子的點數呈現是多少 那就可以用一個get來把faceValue的值給傳回去 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dice simulation的程式碼 你可以發現i從0到11999 那一共值了12000次 那每一個i都值一次這個骰子 那都值一次骰子以後 就把dice所呈現的faceValue點數-1 變成是你要累計的count 所以例如說丟出來的是3點 那你就用這個dice.faceValue得到3 然後3-1變成2 所以就在這個count012這個地方 把他現在的數字加1 所以有這個plus plus 好 那因此這個12000次的骰子都值完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每一個點數 所出現的次數全部都給秀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dice simulation的程式 從這個程式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這一個物件導向的想法 和它的程式的寫法 是跟韓式導向的不太一樣的 接著就是對於dice本身 這個class來講的話 那我們可以設定它的成員變數 attribute faceValue要怎麼樣的寫法 而且在這裡我們就規定了它只能夠get 不能夠set 所以這裡沒有set 如果有set的話 那就是你這個程式開了一個後門 然後讓人家可以去設定你這個骰子的點數 那就不妙了 所以這個是dice的simulation 但是我們剛才寫這樣的時候 有一點我們發現說 這個class裡頭它有一個成員變數 是一個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這個random number generator 是以執行這個韓式時候的時間 以及網路卡的序號來產生一個亂數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使用兩顆骰子的話 一個dice1 一個dice2 當這樣產生的時候 random number它所依據的種子 這兩個程式敘述 執行的時間極為接近 甚至很有可能它的clock 還沒有能夠改變數值的時候 就把dice1處理完又處理dice2了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兩個dice裡面的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都是同一個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同樣的一個種子數 seed number 因此這樣做的時候 你把這兩個骰子丟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兩個骰子的點數都一模一樣 這個就不理想 這個不理想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個 在建立這個class的時候 它的成員變數裡面 如果有需要有random的內容的時候 那麼不建議在data member裡面 直接設定它的這個random generator 而我會建議各位 在class要建立的時候 去設定它不一樣的seed number 這樣的東西 需要靠另外一個概念 叫做建構式 constructor 那個我們後面會提到 當你使用建構式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去設定這個dice 它所用到的random number generator 是不一樣的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接著我們要講這個建構式之前 我必須稍微偏開來講一個概念 叫做overloading 多載的這個觀念 什麼叫做overloading呢 還是多載 這個原因是這樣 如果你程式寫多了 你就會覺得有一件事情還蠻困擾的 什麼呢 就是說所有的變數 都需要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最好是要相當的貼切 才好懂也好寫也好爭錯 可是好的名稱常常不夠用 這個不夠用的這個情況 其實在程式語言的發展史上 很早就出現了 就在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使用Fortran的程式語言 你知道Fortran的程式語言 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這個數值的計算 做這個數值計算的時候 我們會面臨一個困擾 像早期我做電波傳播的研究 我們經常要使用複數 complex number 所以我們會需要去計算 complex number的正弦和余弦 sin和cos 早期的時候 Fortran的這些數學函式庫 它可能就是說 我這個時數參數的sin的話 我就叫做sin 那複數的sin我就叫做csin 然後如果你希望結果 能夠有這個其他 這個data類別的時候 那你可能叫做別的什麼名稱 這個樣子 可是慢慢大家就發覺說 糟糕這很麻煩 因為你的這些同一個函式 只要說它裡面的這些參數的類別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得給它加一個新的名稱出來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名字好用 那為了要這個名稱要簡潔 然後這個表達又要清楚 所以最後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說 所有的正弦余數都叫做sin 但是這樣一來 你的計算機程式要怎麼區分說 這個sin是處理實數的參數 還是complex負數的這個參數呢 那因此這個時候 他們所採取的觀念就是說 我雖然參數的類別不一樣 但是他們都叫做sin 然後我們的這個編譯器會自動依照你的參數的類別 來選擇適當的函式來處理 也就是說如果你傳給它的參數是real 是float 那它就去依照float的方式去產生sin的函數值 那你如果是這個參數是complex number的話 那它就去呼叫這個參數是負數的這種函式 那這種情況就叫做overloading 所以呢 這個這樣做法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命名的困擾 從這個程式設計師轉移到這個計算機語言的設計者 所以計算機的語言設計者 他可以這個自動依照那個 他可以設定就是不同的這些函式 然後這個參數不一樣 他就用不同的名稱去處理它 但是對於這個使用這個函式的人來說的話 那麼他其實只是用這個該有的參數進去就是了 他只要記得這個sin就行 那因此同樣一個名稱可以對應到這個不同的內在的這個函式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叫做函式的這個多載 overloading 那因此這個有這個概念以後呢 後來的C++、Java、Cshop等等都採用相似的做法 也就是說這些函式那麼雖然這個名稱相同 所以我們分辨成員函式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看他的函式名稱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函式名稱相同 但是他的參數的個數 還有他的行別不一樣的時候 計算機內部他還是曉得說 該去呼叫哪一個適當的函式來這個處理 好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有一個這個範例程式 那麼這個範例程式呢 是要模仿時鐘的運作 那麼這個時鐘的運作的話 那各位可能在你的電腦裡面 也都有看到這樣的這個時鐘的application 那個app啊什麼的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時鐘運作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好多種時間呈現的方式 那你可能是24小時字 所以比方說現在是17點08分 對不對 那這種就是24小時字 那但是你也可以說現在是下午5點08分 對不對 所以有分下午跟上午那種12小時字 那這兩種方式在時鐘運作的這種程式碼裡面 對於外界的程式師來說 它這兩種情形都有可能用到 那如果說這個裡面你要設定鬧鐘或者取得時間 你要setTime跟這個getTime對不對 那如果說setTime跟getTime呢 24小時字要用一個名字 上下午字要給另外一個名字 那這樣當然是不方便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setTime那就setTime對不對 那只要你給它的東西 我們看得出來是24小時字或者是12小時字 那就行了 我們可以讓它這個方式用相同的名稱 但是使用這個不一樣的這個參數 個數以及這個型別 那就可以加以區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應用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在這裡 假定我們要模擬的時鐘 它我們寫一個類別叫做clock 那因此我們利用這個clock 產生一個時鐘叫做c 那這個c呢 我們把它的時間設定為22點40分23秒 然後接下去讓這個tick走一秒鐘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10分秒取出來 好 那這裡的10分秒呢 那我們就說它是24小時字的 所以只有10分秒就夠了 就可以區分出來 所以你22分40分23秒 tick一秒鐘以後 那它應該變成是22時40分24秒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一個getTime 然後有三個out出來 你就可以得出現在的這個c 它所對應的時間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用這個上下午字 那上下午字的話 就是除了10分秒以外 你還得要跟程式說 我是指下午還是指早上 那因此它在這裡就有四個參數 你可以看一樣是setTime這樣的名稱 但是在這裡只有三個參數 這裡有四個參數 包含一個上午或者下午的字串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setTime 它就會去找12小時字的那一種setTime的方法 也讓它前進一秒鐘 然後之後呢 getTime就包括有10分秒外 然後再來還會告訴我們 它是am還是pm 好 那同樣的這裡我們要assert 11點59分59秒 那麼當它tick以後呢 就應該是0時0分0秒然後am 好 那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這樣的一個用法 好 好 那因此呢 在這個clock的這個class裡面 來 它內部的成員變數有10分秒 那是使用24小時字的方式 好 那因此當你要setTime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設10分秒的話 那麼它就是直接把它的class內部的 這個hour minute跟second 分別設為這個h m跟這個s 所以這個setTime就可以處理24小時字的時間 那如果你是要依照上下5字的話 那你設定這個時間的時候 你加了一個參數就是am或者是pm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做法是先把10分秒放進去 那放進去以後呢 你知道再 如果說這個是am 如果是pm的話 那這個小時要加12 比方說這裡是5點幾分 那但是它是下午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hour加12小時 變成是17點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clam裡面呢 它的寫法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它用的就是一些set跟get的做法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呢 在這裡呢 使用attribute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但是呢 這裡的話呢 我們還是使用getset分開來做這件事情 上下5字 然後分別處理這樣子 然後前進一秒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說你現在的這個秒 那是不是要進位 然後分要不要進位 小時要不要進位 這樣子一個東西 好 所以用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達成這個韓式的這個多載這個功能 那麼曉得這個韓式可以多載以後 那麼下一個禮拜 不是下下禮拜我們就要講這個建構式 所以你就可以用不只一種的這個方法來設定這個物件 它的這個內在的這個參考成員變數 好 那這個就等到我們下下禮拜再進行這個建構式的這個討論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好 感谢观看